那我们讲赶快进入第三个 我们要来讲说 我们读五帝的记 其实呢我们也 最好能够跟 蜀书里边的先祖传 和吴书里边的 这个孙奸孙策 以及孙权传来对读 这样我们才会知道 为什么最后是曹操 为在这样一个地方 最后能够 或者说形成三国鼎立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看三国志 我们就知道 其实曹操刘备孙奸 都是曾经讨伐过董卓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起家 真正的真正的起来 都是跟讨伐董卓有关 这也就是汉帝国崩溃之后 所带来的一个 我讲那崩溃还不是说 汉现帝善位了 所以其实我们讲 从光河末黄金起开始 汉东汉王朝就这么一点一点的 在这个十几二十年间 这样一点一点的崩溃的 那他的崩溃是内外 有内部的原因 也有外部的原因 都有的 那这个这几个后来三国鼎立 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第一代的领袖 都是在这个汉帝国发生危机 内外交困的时候 他们一点一点的积攒了自己的力量 积攒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然后慢慢慢慢扩大自己的地盘 这样占住的 那这几个这三个人 在这个三国志的记载里边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个记转体的史书 往往都会从一个人 他的这个出身开始记起 那中国人 这个中国的 我们今天比如说 大家各位要问说 你是哪人啊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我们是哪人 可能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你出身的地方 一个是你的足冠 现在填表 大家可能只填一个了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 经常填表是 籍冠和和你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是要填两个两个栏目的 现在好像都合并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跟外国的影响有关 你在外国 你只是问你在哪出身 你就是哪人嘛 对吧 可是在中国 传统里边是非常讲你的地望 你是什么地望 是什么地方的人 这个地方有时候你说 哦你是某地的某个姓 那大家就很清楚了 说那他是一个大家 所以这个是一个传统的 这个写人物传记 都会讲到说 他的这个 籍贯 其实是讲的是籍贯 而且呢 特别重视 他的先祖里边 有没有什么有名望的人物 看起来好像挺势力的 就是他是不是这个重要的人物之后 还是平民 所以这个一下就能看出来 那三国志记载曹操的时候呢 当然先说他是汉 那时候都是他们他们在的时代还是汉嘛 所以这个是是最早的第二个相国曹参之后 那到了临帝之前的一个皇帝 环帝 汉环帝的时候呢 有一个宦官叫叫曹腾 那是一个很大的宦官 很有地位了 那他呢 有一个养子曹松 这个曹操呢 就是这个曹松的儿子 这个曹松呢 也做到太位 那也很很大的官了 所以其实曹操的父亲和他的爷爷 都是地位很高 在东汉朝廷里面 但是有一个麻烦 因为他的爷爷是个宦官 他父亲只不过是他的养子 所以 陈寿说 莫能生其出生本末 所以实际上曹操的先辈 到底是怎么样 并不知道 因为他父亲到底 亲生的父亲是谁 搞不清楚 这是陈寿 留了一笔 别看前面写的那么堂皇的头衔 那么祖上有那么多名人 其实他到底是谁的后人 搞不清楚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有人说 他可能他的祖上是姓夏侯呢 就是这个原因 别看这个 后来大家都知道 他爷爷是曹腾 宦官怎么会有后呢 所以这是三国志 承受对于曹操 他的身世的记载 那因此 我们刚才讲 袁绍后来就几乎是辱骂 羞辱曹操嘛 所以你是这个 这个最坏的 因为汉代的人都当宦官跟外戚 尤其是这个元绍家里 元氏家里 是跟宦官做斗争的 他的叔叔 他们都是跟做斗争 所以他觉得 你是这个宦官的后代 那是 那是最大的羞 对于曹操 老板是最大的羞辱 应该说 那我们再看刘备 刘备说他是汉景帝的儿子 中山晋王胜之后 这个刘胜 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 那个那个宫灯 长姓宫灯 就是这个 就是刘胜的墓里头 河北挖出来这个墓 非常非常 那个墓里的东西 因为他是个王嘛 所以现在大家 大家如果留意 现在像什么江西的海昏猴啊 就是像这种 这种级别的 这个人的墓里面 已经有很多东西了 所以那个刘胜的 夫妇墓里头 非常非常多重要的 这个文物 很高级的东西 他说他是他的后代 可是呢你看 从西汉汉景帝时候 到了汉墓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所以呢 他说中间就不说了 后面就说到他的那个 而且这个这个后代里边呢 后来都失了这个官位了 到他的到他的祖父 和他父亲的时候呢 就是在周郡里边做一点官 那是地方官了 可是呢 话说回来 刘胜很小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你看 这个如果看上头 这个刘胜也是家世显赫的不得了 那是汉代的正经的 这个刘氏家族 黄族的 那可是他个人 最后他也是从小 没有父亲了 跟着他母亲 就是这个 帮人家 这个贩卖鞋子 吃一点席子为业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 那孙坚呢 孙坚是我们今天这边地方的人 这是江南的人 说他盖孙武之后 这盖是什么呢 有一点大概的意思 对 可能是春秋时期 那个很有名的 懂兵法的那个孙武的后代 这是我们看这个三国志 记载人物里边 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是多么爱 这个古代的中国人 是多么爱攀附这个名人 每个人都会给自己这个姓 或者这个家族里边 要找一个古代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人物 可是呢 这个 这几个人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但是承受都写的 他们好像都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可是事实上呢 又很令人怀疑 都是这样来写的 所以这是 这个过去的人就有 就有就有学者看到说 这是承受历文 写文章之妙啊 他的笔法很妙啊 这个 你就孤枉听之吧 是这个意思 因此 这里头也隐含了一个 我们后来人都知道说 三国演义特别强烈的 觉得说 三国的正统应该在刘备嘛 为什么 因为他姓刘嘛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是 是真正的正统啊 这也是批评 或者痛骂曹操的一个 一个证据 怎么他可能是正统呢 那应该是 按血统来讲 只有刘备才合格嘛 对吧 这是后来人 到了三国演义 就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 清楚了 这个意思 可是呢 我们看 承受的记载 我们今天能看到 最早的 对于三国历史的记载 写这些人物 其实 承受写三国志的时候 刘备和曹操死 也不过是六十年 五十多年 六十年 所以对 有一点像我们今天人 比如说写 建国之初的历史 或者是民国的历史 这样的时间 那个时候 他还能看到很多材料 当然他更能听到 很多说法 所以他已经是这样在写 到底是不是刘备 有绝对的正统性 所以从他的记载里头 对 我想也留了一个 他也没有那么绝对的 这是 这是 承受在 未至五帝纪 曹操的本纪里边 所写给曹操的评语 我们中间都略过 我想很多 很多这个 五帝纪里边 也没办法 一段一段的去念 一年一年的去讲 那关于这个曹操 怎么一步一步打下来的事情 我想大家 可能很多同学都比我都更熟悉 同时我们也会在 我提供的 我请大家参考的那些书里都看到 其实我 我 我就反复看那些打仗的段落 我都是搞不太清楚的 对 好 好难 好难 好难讲 而且我没有说书人的本事 说书人 把那个什么金塘木一拍 对 可以说的 会声会色 而且今天更难 更难去讲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知道 大家都是看一些图像 都是看 动漫 所以我再怎么讲 也不会有那么精彩 所以我就 略去 这个 这个奖励 讲另外一些东西 略去那些过程 那我们来看 非常重要的 对于这三国 特别是对于曹操的评价 那我们看这个 陈寿他的总评里边 我们就能够看到 其实陈寿写 写曹操 写他的记录里边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 他始终是把曹操跟袁绍 拿来做对照的 当然是 袁绍的生年我们不知道 当然袁绍死 我们知道在建安七年 他就死了 那要曹操还是活到建安二十五年 二十四二十五年 所以他比他活得长得多 那 想来袁绍应该是跟 至少他们是同一辈人 或者是可能年纪更大一点的 一个人 不过因为从董卓一开始进了洛阳以后 我们就知道形势上就是一开始袁绍起兵 然后打了一段以后 那个时候所谓汉末的形势就变成最强的几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袁绍 因为袁绍占了洛阳的北边的很多的地方 那当然还有袁树 袁树占了这个洛阳的这个南边的一些地方 那再就是曹操 那还有这个刘表 这些就就剩下四五个人 是很是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刘表 袁树死也很早就死了 刘表也不行 我们刚才看到 对于袁绍和刘表的评价里面 那剩下来 没几年 剩下来就变成 真正有力量的就是袁绍和曹操 就是有袁绍和曹操 那曹操当然他 手上拿了汉县帝嘛 他当然就变得有力量 而且曹操是一个上身的势头 可是袁绍呢 他是旧家子弟 他本来的力量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 三国之后来我们经常的 讲的三国演义 或今天讲的故事 大多数是把曹操放在跟刘备 这样的对照里面来讲 可是真的在承受的笔下 他的一个曹操的对照组 是袁绍 所以读曹操的本纪 一定要跟袁绍的传配着读 你才能够理解 这个承受的很多写法 他说他在五帝纪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这个五帝纪的最后有一个评论 我上节课也讲过 这个承受传统的中国的史家 他们的写历史的一个纪律 或者说是一个方法 通常他们在纪传里边 尽量的是描述事情 当然有春秋笔法 完全客观的史家是不存在的 我用笔的时候会用不同的词 选择不同的词里边是有带有褒贬的 但是传统的史家 他也知道作为一个专业的史家 他会非常理性 非常克制 不去在叙述里边用太多的褒贬 那他可是史家 他是有意见的 他写人物 这是传统历史的写 他写人物 他不是没有意见的 他的意见在哪里呢 往往在这个传记后面 他会有一个史辰约 那三国志叫评约 评论的评约 所以在三国志的每一篇记传后面 都有一个评约 是他对于他前面所记述的这个人物 有一个评论 那这一段就是这个曹操的本记的评约 这个里边就讲的 这个评论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是写得非常好 概括性的讲 他说汉末天下大乱 我们讲的就是汉帝国的崩溃 熊豪并起 他第一个就 我们这里就看到 他是非常重视曹操和袁绍 这个对照组的 他说袁绍呢 本来是虎视四周 袁绍占了那几周 强胜莫敌 是最强的 可是呢 太祖 太祖当然是后来封的是 他儿子称了地以后 封他为太祖 说运筹也谋 鞭挞于内 官方受财 这都是一些好的词啊 就跟刚才批评那个袁绍 很多是刚好相反的啊 他是说明曹操是心胸很大 他想的是很大的事情啊 所以呢 这个指挥若定啊 而且呢 用人也都用得非常的得当啊 能够各应其计啊 矫情认算 不念就儿 哎 他也有 这个袁绍是心胸很狭窄的嘛 他看人表面上很客气 可是内心很忌客 我们刚才看到讲 讲袁绍啊 对于真正有才的人啊 他可能是表面上折截下士 可是实际上都很排斥啊 他说这个曹操呢 确实非常能克制自己的这个感情啊 所以不念就儿能做到啊 终能总欲黄机 克成黄叶 为其名略最优业 那最后能够成事的还是曹操啊 所以可以说他是非常之人超市之节 不是一般人 我们从这个评论里边 我们就看到说 曹操 第一我们知道 陈寿对曹操的评价很高 说他不是一般人 而且他做的也非常好 做的也非常好 他的这些优点 刚好跟袁绍 因为最后只有他们两个有可能 取代汉家天下嘛 所以他的这个优点 刚好都是袁绍的反面 袁绍都没有这些优点 袁绍是一个心胸狭隘 这个好谋无绝 这个假装听很多的人的意见 最后还是这个坚持己见 总之就是一个 一个完全不是一个领袖 真正的领袖式的人物 所以他明明有这个虎视四周 强盛莫敌的基础 本来他占了那么大一块地方 最后全部丢掉 全部丢掉 所以按照陈寿的说法 其实曹操打败袁绍 他就得了天下 这是承受的看法 所以后来我就说 那我这个课会常常讲 这个讲的都是承受的讲法 所以大家也许会记得 在三国演义或者一般的 这个通俗的历史里边 对曹操的评价 以及曹操的对照组 他评价的对照组 通常都是刘备 可是事实上 在三国制 或者是三国刚刚结束的时代 大家看曹操 怎么评价曹操这个人 主要是对照袁绍 主要是对照袁绍 因为是对照袁绍 所以才会对曹操 有那样的肯定